学校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因为眼前这栋期待20年的体育馆 终于要落成启用 包吻市长胡志强 以及地方代表和李洁校长 都前往共同见证 新的活动中心 新的综合教室 专科教室 都盖好了 希望同学们可以更快乐的学习 好不好 好 我们有办一些 譬如说艺文的展演活动 或者是演讲 或者学生的表演 那时候我们就思考到说 用操场来使用的时候 风沙也大 然后这么热的天气的效果也不好 那么我们希望有争取一个很好的空间 让学生能够充分的利用 为在太平的新光国中 这几年因为当地人口快速增加 已经发展成师生人数 将近2000人的大学校 只不过学校从当初建造时 就缺少大型的活动中心 如果碰上下雨 许多活动就会被迫取消 相当不便 所谓市府赤字经费7000万元 用一年多的时间打造综合体育馆 也提升校园的教学品质 里面我们有举重室 体育室 还有我们的桌球 还有我们的雨球 篮球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一个很大的舞台空间 然后它还有冷气 然后有荧幕 有布幕 还有那个视听设备 所以如果有这个艺文展演 还有音响设备 空调设备都有 校方表示 新建的体育馆有三层楼高 里头包含了机位礼堂 综合球场 以及相关的教师规划 希望学生能妥善运用 也呼吁大家要好好珍惜 爱护着得来不易的校园建设 记者红加红 那就是了